肖战这个名字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从他的第一部剧就关注了他 他的第一部剧叫超猩猩学员 这是不网剧 他在剧中饰演方天泽 好像还有魔法什么的 虽然觉得很无厘头 但还是被他帅气的脸庞吸引了 哈哈这年代谁不花痴呢 之后肖战又播出了一部古偶网剧哦 我的皇帝陛下 在剧中是男二北堂漠染 武功高 颜值高 深受人们欢 渐渐的有了名气 直到2019年6月陈情令播出后 突然爆火 肖战饰演怡陵老祖魏无限 一直秉承着除强服弱的信念 不愧于心 在剧中 肖战把少年阿县与怡陵老祖间的同与不同 全市的思思入扣 成就了战线这一经典角色 也为其打开顶级流之门 受到了广大网友的疯狂追粉 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名 哈哈 陈情之后 肖战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 各种代言 综艺络绎不绝 但一场二二七事件 却也几乎毁掉了人们心中的爱 其实 我至今也不太清楚 所谓二二七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应该谁负责 但我还是挺喜欢它的 你们呢 欢迎朋友们留言评论 喜欢我的文章 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文章 注意 感谢观看